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家人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广东中山的爱多美中国资深营销经理黄书毅 非常荣幸今天可以在这里和大家探讨我所理解的爱多美公司文化 大家肯定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心动源于五官 相守源于三官 就是说两个人最终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 携手并进 并承诺无论贫穷还是富贵 疾病或是健康 都会不离不弃 生死相依 那一定是因为双方在灵魂深处有着很默契的配合 同样的 如果一家公司让我们一直都能不惧艰险相伴前行 而不是心生间隙各奔东西 那一定也是始于产品而忠于文化 而爱多美公司的文化精髓 在私讯中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毕竟我们刚刚也听到了嘛 爱多美所有的会议都是以私讯开始 以私讯结束的 真爱灵魂 经营梦想 坚定信念 谦卑服务 这十六只真言 每一位爱多美人都能够脱口而出 都快成为条件反射了 但我们不应该只是简单地把它当成口号喊出来 而要确实地理解其中真正的含义 首先我们看私讯的第一句 真爱灵魂 大家在接触爱多美之前 是不是很少能听到有公司会特意地强调这一点呢 其实每个人都是世界上最独一无二的存在 爱自己才能够爱一切 董事长不是也说过吗 不能把人当作工具 而要把人当成目标 这也就是说 爱多美的目标并不是为了获利 而是为了鼓励更多的人学会真爱灵魂 去完成自己坚守的梦想 所以一直以来 爱多美也是以消费者为中心 以人为本 才能够一路顺利发展到如今的态势 一家公司到底有怎样的坚守 才能够在时间的流逝中始终不变初心 加量不加价 一直把库克的成功放在首位 可能以前我们对企业的认知是 人是赚钱的工具 彼此之间没有太多的情感维系 更多的是利益关系 甚至为了实现公司的盈利 而牺牲个人的利益 就像近几年引发热议的996工作制 以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自嘲 我是个打工人 我是一只可怜的社畜 但爱多美公司从一开始就认为 相比于公司的利益 个人的成功更加关键 至于我们平常熟知的小牛哲学 有着根本之别 小牛哲学中 农场主释养奶牛的目的 是为了让他产牛奶实现盈利 等到有一天奶牛不能产牛奶了 他很可能就会被送到餐桌上 成为我们的口中石 但爱多美呢 更像是一位母亲 甘心地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心血 来培养自己的孩子 给他请家教 补习班 尽量地让他不要落下功课 还能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从来也不会奢求太多的回报 只希望终有一日孩子能够有出息 不过苦日子 我们就说 哪位妈妈没有为孩子的成长 超税了心呢 对吧 所以说 爱多美把所有的目标 都放在了顾客身上 最终的目的 就是助力更多的平凡人 功成名就 为此耗费大量的精力 与物力 去不断完善成功系统 以及举办各类研讨会 说到这里 今天也是我第一次 从视频前的聆听者 转变成为舞台的分享者 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说 私讯的第二句 经营梦想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你还记得 自己当初的梦想吗 这变成了一个梗 大家开始调侃 很多人嘴里说着 我不想努力了 我只想做一条咸鱼 但又有谁真的甘心平躺 沦为平庸呢 有多少人想要自己的生活 像一潭死水一样 一成不变呢 董事长曾经说过 只要我们试着改变自己的想法 就能改变现状 不论什么时候 梦想都有着很大的力量 就像我们宣读过 无数次的私讯一样 徐徐会梦 终将所致 这一句话也被一提再提 梦想可以帮助我们 看到遥远的未来 拥抱更精彩的人生 我们需要用心经营 认真规划 我们在经营梦想的时候 其实是在经营目前 看不见摸不着的事物 要怎么理解呢 就说我有一位朋友吧 他在北京工作 在通州租了一间 三个人合租的房子 每个月月租是五千块 真的可以说 辛苦打拼挣来的钱 基本上都在房租上用了 虽然不至于说 有了上顿没下顿 但是他老跟我感慨 说道 北京真的太大了 我什么时候 能够在这里拥有一个 属于我自己的家 哪怕是一间小小的房子 到时候我一定要养一只猫陪我 就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念头 就是我朋友的梦想 也是因为这么小小的梦想 才支撑着他 每天从床上爬起来 去赶这座城市的太阳 这位朋友给了我很大的动力 在他身上 我看见了梦想 衍生出来的生命力 被无限放大 慢慢的心中的种子开始发芽 我想要的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希望每一位听过我分享的朋友 接受我分享的伙伴 都能够因为我 因为爱多美 而过上健康美满的生活 我本来的性格也挺佛系的 自成有了这个梦想 我倒变得更加进去 有上进心 成为了一个实打实的形同派 一天分享三四场的分享会 是个常态 很多时候回到家 嗓子已经疼到不行了 家里的人关心我的时候 我只能用很微弱的气息 就像是现在这样 这个时候我妈妈就会端着汤 过来跟我说 把自己搞这么累干嘛 要不休息休息 或者就别干了 说实话 我真的有那么一瞬间动了心思 想说要不歇一歇 但当我想到有位伙伴 他跟我分享爱多美事业的时候 他说 要是我一直一直都这么努力 那是不是过几年再回老家 跟我的亲戚朋友一起吃饭聚餐的时候 我也可以重庸自信地去买一次单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神情 那一刻他脸上的笑容和眼神里面的光芒 真的特别能打动人 真的 那一刻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每当我想到这里 想起自己为什么而要去努力的时候 身体就会充满能量 而这股力量能够让我拼尽全力 去协助更多的伙伴 去成为杰出的经销商 让大家一步一个脚印 迈向更高的事业台阶 去拥抱每一个人属于自己的小幸福 这也是我们说的坚定信念 在爱多美 真正的信念不是相信眼前能看到的 而是相信这一种无形的愿景 而就是这么一个愿景 让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得更踏实 更坚定 最后想给大家分享的是谦卑服务 大家看啊 中国的中字不仅左右对称 而且上下和谐 中庸和谦逊的品质 向来是刻在中华儿女骨子里的一种信仰 谦卑也是经营爱多美事业的 最为重要的形式态度 梦想可以比天高 但是必须保持谦卑的姿态 弯着腰走进伙伴中 就像弹簧一样 压得越低 就会弹得越高 我们越是谦虚 发展的空间就会越大 毕竟董事长说过嘛 执高气昂的人大多数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 而谦虚 懂得优先照顾伙伴的人 成功的概率会更大 因此我们也要懂得关心他人 服务他人 我认识这么一位老师 前段时间为了协助团队进行均衡人生活动的拍摄 在生病的时候还坚持说 等身体好了一定前来参加 不带一丝的犹豫 拍摄当天真的顶着身体的不适 还在坚持配合拍摄 在这之前还有一位老师 晚上等不到我直接住在了我家 第二天早上和我妈妈在饭厅等我起来一起吃早餐 娓娓道来 只为了给我一个人分享爱多美 整整分享了六个小时不带停歇的 各位爱多美的老师都用自身的行为 去告诉所有的伙伴 思绪我们是刻在骨子里的 挤在心里的 并不只是嘴上说说 除了这些 同样能够体现谦卑服务精神的 还有爱多美公司的工作人员 真的 每次跟他们接触都感觉如暮春风 冰纸如归 就像很久没有见面的朋友 年前我去参加爱多美的澳门梦想之旅 旅游的过程中拍了很多的照片素材 工作人员不仅把每一张照片的我们都精修了一遍 最后结束的当天更是拍摄到晚上九点多 都还没有吃晚餐 而且为了给我补上一张当天报道拍摄的照片 摄影师一个人搬着摄像机 补光灯一堆设备 从二楼搬到了一楼 只为了按下快门的那一秒 让我的梦想之旅不留遗憾 接触爱多美事业的这一年多时间 让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爱多美的文化不仅仅是写在纸上 印在墙上的冰冷文字 它从董事长 公司员工 再到每一位成熟的经销商 都真的在努力地让它变得热血和鲜活 让每一位伙伴在爱多美的家庭里面的 友好气氛中感受到了家人一般温暖和自在 我常常在朋友圈看到 有的伙伴说每次来到了梦想中心 就像回到了家一样 我很庆幸自己能够遇见爱多美 它给了我成长和蜕变的可能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爱多美这么触手可及的机会 而我也将会继续把这简单而深重的16个字 正确地传递给我所有的伙伴 希望每一次私讯的宣读 都能让各位爱家人们 更加坚定自己最初的梦想 谢谢大家